大家好 我是中国最不红的音乐人资博 2018年10月17号 50岁的著名唱作人袁维仁 在上海跌倒引发脑溢血 送往瑞金医院抢救时 又发现了大脑另一侧的脑瘤 目前我得到的消息是 袁维仁虽然依然昏迷 但情况正往好的方向发展 当我刚听到意外发生时 无法控制得难过 袁维仁是一位非常优秀的音乐人 虽然可能观众并不认识他 或者最熟悉的是他选秀节目评委的身份 但其实他是一位才华横溢的音乐创作人 我紧急制作正经节目 祝福小鹏老师早日康复 也为不了解他的朋友 介绍一下他好听的作品 SHE的这首听袁维仁弹吉他 可能是很多人听到袁维仁这个名字的奇迹 袁维仁对音乐的执着和追求打动了SHE 但更是他好好先生的做人品格 赢得了SHE这样的好朋友 别为人自去创作的真乎 不但是那应最经典的作品 更是永载华语流行乐历史的绝世名作 别为人作为创作人的才华 无可置疑 历久弥新的名作 足以让我们记住他 2003年王妃音乐的高峰江爱专辑中 别为人作曲的学木也成为经典之作 虽然15年前的王妃说 她不喜欢这样类型的歌 但我相信现在的她会喜欢这首歌 会对我也只能这样有更深的体会 你将立场 我也只能这样 袁维仁其实出道很早 上世纪90年代初跟莫凡组成的凡人二重唱已经很有知名度 后来组合解散 刘文仁担任上华唱片制作人 才有后来为众多歌手创作和制作的作品 2008年凡人组合复出推出专辑凡人和他的朋友们 这首与七情合唱的上海爱情故事 是我循环播放很久的一首作品 这首歌从作曲到编曲都无可挑剔 作词更是深来之笔 原为人温柔的情感和细腻的思绪 在这几句中斩落无疑 原为人绝对是一位被严重低估的创作人 选秀节目的学员们一口一个小胖老师 叫的看似亲切 但能真正明白原为人厉害之处的又有几个男人 只好用飘根的日期 记录有声 许我们相依为名 绚烂也许一世 平淡走完一世 是你选择我这样的男子 1998年为纳英创作的另一首经典 梦醒了 在2005年他自己的个人专辑 你不知道的我 由作者重新演绎 在这个时刻 希望小胖老师也在做梦 当梦醒来时 发现一切如旧 依然能做最爱的音乐 依然有家人和歌迷在身边 为小胖老师 致上我最诚挚的敬仰与祝福 希望你早日完完整整的回到我们身边 天亮了你还是不是 好了 如果你喜欢听我胡说八道的话 可以点一下关注不错过任何更新 最良心的音乐推荐就在这里 不关注肯定少很多耳福啊 我是资博 我们下期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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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